我們現在介紹這道菜為咖哩豆干 首先包裝打開來裡面有 豆干 紅蘿蔔木耳 蔥豆 咖哩粉 自備的調味料有 沙拉油兩大匙 鹽巴 味精各一小匙 木栗黑胡椒 二分之一小匙 水 50cc 首先我們鍋中先加兩大匙沙拉油 爆香蒜碎 等香氣出來之後 放入紅蘿蔔木耳豆干 略微拌炒之後 加入水 50cc 放入調味料 鹽巴 味精各一小匙 出力黑胡椒 二分之一小匙 放入咖哩粉 放入咖哩 等醬汁略微收乾時放入蔥段 拌炒均勻即可起鍋 我們咖哩豆干完成